好,各位同学,今天同样的要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 发生在美国 有一天,这个天空呢,突然间就下起了暴风雨 那有一个老婆婆,她就跑进去一个百货公司里面避雨 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没有去搭理这个老太太 因为她穿得很朴素,很简单 有一个男士,一个年轻人 她就很诚恳的对老太太说 你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老妇女就说,不用了,我在这边避雨一下 雨停了,我马上就走 老太太觉得在这边借了地方 心里有点不安,所以想买一点东西 但是,她转了半天的一个商场 她不知道要买什么 这个年轻人就说 老太太,你不用为难 我搬了一张椅子放在门口 你可以好好的在那里休息 一个小时过后,这个雨停了 老太太就跟这个年轻人讨了一张名片 就离开了 几个月后,这个年轻人 她就碰到了一个机会 她被指定代表这个百货公司 跟别的一家百货公司一起洽谈业务 如果成功的话可以赚很多的钱 后来才知道是这个老太太给的机会 过后她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美国亿万富翁的母亲 所以这个年轻人就马上被得到提拔 她就成为这个亿万富翁的左膀右臂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年轻人,她本来是没有抱有任何 想要得到一些回报的心态去帮助这个老妇人的 但是她获得意外的收获 所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助人为乐 以善良的本性去对待别人 三三九宝贝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加油!